豆漿加雞蛋 他們說呢 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 營養沒辦法吸收 甚至會烙散 主要是因為豆漿啊 沒有一個以蛋白的日眉 如果這樣吃下去 影響到蛋白質吸收 關鍵其實是在於有沒有 今天是食物禁忌特輯 相信很多人常常會在網路上 聽到一些謠言說什麼 食物泡在一起啊 可能會中毒或者是致癌吧 都迷你上面的 對 沒錯 類似這種 所以今天我們就蒐集了 幾個比較熱門的組合 來看看到底是真 還是嚼 第一組是養樂多加香腸 致癌 這怎麼很常聽到 這個應該是最經典的吧 這個應該真的吧 看起來很真嗎 很真啊 其實香腸吃多的就會致癌 就我覺得這種說法呢 他是不是想要嗚名化 乳酸飲料之類的 我也不會 喔有可能 看了一段時間可能太紅了 所以後來我就探究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大家會想到說 香腸會致癌這件事情 主要原因是因為 就是香腸的後腿這種加工 本來就會在製作過程中 要加亞蕭酸鹽 或是小酸鹽這個東西嘛 這個東西長期攝取過量 本來就是容易會致癌 對 那它之所以跟乳酸菌尬在一起 導致更嚴重 好像吃了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呢 通常這種乳酸飲料啊 糖胺的比例會比較高一些些 胺呢又跟高酸原類啊 結合在一起的話 要成為亞蕭胺 是比較毒的致癌物 他會覺得說 但是問題是 比如說你吃的烤菜吃個一個香腸 配個乳酸菌 不會這麼嚴重 因為它其實 它很少 對 因為香腸裡面的含量 按照法規來加的話 其實真的少到那個極致 正常吃是安全的 所以不用單一說 你一時這樣吃 就吃到很多自來物 沒有這麼快 你要每天各吃100份 它夠長期累積 而且你要吃很多 譬如說每天便當都吃香腸便當 配個養樂多 每天都吃香腸便當配養樂多 也不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那個便當店很愛富養樂多 對 是不是你就要擔心一下了 不太建議你這樣子搭配好了 這就是你某次烤肉 你這樣吃不會怎麼樣 對…不用擔心… 如果天天便當裡面都這樣配 我們就不好 那就不太建議 維生素C加蝦子 這我在我們家族群組有看過 這樣會產生 低霜 蝦庫群組超愛傳這個的 不知道說到底他們有什麼威嚇力 然後我就上網查一下 超重農場新聞都這樣寫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個源頭是怎樣 好像就是有一個外國人吧 平常就有在吃高濃度維生素C 營養品的習慣 然後某天他突然大量吃了蝦子 七口流血生亡 七口流血 電視結果就是說 它是因為P霜中毒而死的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種說法呢 主要是因為蝦子嘛 海鮮類的他們通常都含有生 維生素C加蝦如果高濃度的情況下 它有可能會跟蝦結合呢 形成三甲蝦 其實它這個就是 P霜的化學室 你覺得是 好蝦床不能說流血汁 掉蝦床如果你掉到霜溝的話 它就會送那個小瓶的果汁給你 好可怕喔 其實因為這個流鹽實在是太手動了 所以我們政府其實也有做一個辟謠 它有檢視說其實大自然很多食物都含有生嘛 那像海鮮裡面含的生呢 它是屬於有機的生 它是屬於無害的 所以不會跟維生素C結合之後產生有毒的東西 我來一陣興奮 大家聽到生應該以前有學過啊 是什麼烏角病 以前有越時代那個病 重金屬重毒 對對對 就是以前會有這個病是來自於就是無機生 那個真的就是造成身體的一些危害 所以有機跟無機差很多 在加的 對 欸 拜託喔 這海鮮加檸檬汁什麼的超好吃 有道理耶 螃蟹加四字 這農民地上面有 嗯 農民地上面我記得它就一個字 毒 他們是同一個產季的東西 而且秋天這個東西很容易會一起出現啦 螃蟹好像很毒 農民地有一半都是在吃螃蟹耶 對啊 為什麼都是螃蟹啊 他們說有毒嘛 所以我們就稍微去查一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嗯 但其實呢 比較常聽到的說法是 可能它會導致什麼烙蟹之類的 烙蟹可以有毒啊 烙蟹可能讓別人覺得像食物中毒 噢 有道理 那他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主要呢就是來自於四渣 它是一個丹寧酸含量非常豐富的一種水果 然後秋天盛產 它剛好螃蟹也是一個秋天盛產的食物 丹寧酸呢 如果遇上螃蟹 螃蟹是屬於那種蛋白質比較高的食物 湊在一起的時候呢 它可能會導致蛋白質啊 凝結 影響到我們在腸道吸收消化蛋白質的作用 因為它容易會消化不良導致腸腳痛 敏感的是不是就會烙蟹 是不是會肚子痛 以前的人就會覺得我中毒了 吃壞肚子啊 食物中毒也是有時有可能會上肚下蟹嘛 所以你就會認為說好像是中毒 但其實你可能只是單純的 腸道敏感 消化不良 I will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呢 你今天還是想要這樣吃的人 建議你最好是可以隔一隔一兩個小時再吃 理論上比較不會碰在一起影響嘛 然後還有柿子啊 它的單紐霜最豐富的地方是在它的皮 不要吃皮 你把皮削乾淨 也可以降低 如果你一定要跟自己吃 對 所以基本上呢 沒有到中毒這麼緊張啊 緊度是消化不良 白蘿蔔加橘子 這有什麼問題呢 他們都說 白蘿蔔加橘子呢 這樣吃會導致 假狀線走不大 狀線 所以我就很恐怖了 而且這些農場我都沒有寫為什麼 他就說請不要這樣吃 我發現說呢 會有這樣的說法 主要是因為啊 白蘿蔔它是屬於十字花科類的植物嘛 它會含有比較豐富的 柳青酸 橘子呢 它是含有豐富黃酮物質的水果 那它是一種植化素 他們這樣呢 結合在一起呢 比較容易會抑制點的吸收 點木族就會有假裝性的問題 但是這種說法實在真的是太誇張了 那你從飲食上根本本本身就攝取不夠 這樣有可能導致 不會因為你吃白蘿蔔加這個組合 就不夠 但是其實生在台灣還蠻難會點吃不夠的 因為其實台灣產的鹽 有加點 就是政府為了要預防 我們民眾可能會有點缺乏的問題 原本就加在我們的民生物資裡面 所以你其實很難會缺點 對 所以大家 不用警察 你的點是夠的 豆漿加雞蛋 早餐大費 傑子到爆的組合 民養師都會這樣推薦 黃金組合 他們怎麼收在一起會不行呢 他們說呢 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 營養的一半的吸收 甚至會烙曬 蛤 是吃早餐會烙曬的主意 蛤 大冰奶的鍋 蛤 是你們 那會有這樣的說法呢 主要是因為 豆漿啊 它裡面有一個 一蛋白的抑制酶 然後像雞蛋的話呢 它也有一個特殊的生物性蛋白 這個啊 一蛋白抑制酶啊 如果這樣吃下去的情況下呢 它會影響到蛋白質吸收 有的是說你這樣吃 它其實就會影響到它蛋白質嘛 這兩個都大概就是 就 就沒辦法吸收 對對對 真的啊 就不可以一起吃耶 然後生雞蛋也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啊 它的營養吸收效果也會比較差 更嚴重的就是生雞蛋 如果沒有清洗乾淨的話呢 又會有沙門濕菌的問題 會拉的更嚴重 主癮的重點 關鍵其實是在於有沒有煮熟 因為這些東西只要煮過之後呢 他們都會悄悄 哦 他也不會很去喝生豆醬的 欸 我覺得生豆醬這個事情是有真理 因為很多人會自己做豆醬 沒煮熟 很常見 超常見 但是煮熟就沒問題 對 徹底煮熟的話 這些問題就都沒有了 豆腐加菠菜 啊 聖結石 這個好像有聽過 有理有據 而我還知道 做豆腐的時候會有蓋子 菠菜裡面很多草酸 它變草酸蓋 所以就直接變聖結石 因為大家都很常聽到完全不陌生吧 但事實上呢 其實它確實是真的有可能會形成草酸蓋 但是呢 草酸蓋它其實不會被我們藏到洗手 它最後不會進到我們的泌尿道系統 所以不會影響到腎 把它是隨著糞便排掉 所以它走的路是不同的 各位 這麼合心合理 結果最後是這樣 甚至不會進到腎裡面嗎 對 它主要還是透過糞便去排除的 所以它比較不會去造成腎的影響 就跟我們有時候吃一些鈣片什麼吃過量 很多也是隨著糞便去排除一樣 它是一樣的道理 這個都是營養的東西 我猜應該是挑食人發明的一個講法 挑食人 不想吃菠菜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這樣的組合會造成你的腎臟腐盤 通常設理一下說 你健康的人來講的話 你還是會隨著糞便去排除 所以這不用太擔心的喔 吃魚片加芥末可以殺菌 我阿嬤都這樣說 我阿嬤都這樣說 這樣芥末可以殺菌 我阿嬤說是蘿蔔絲鹹鹹 所以它們才會互相搭配嘛 永遠都會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一個無菌的組合 我阿嬤都有指揮 對 我小時候聽到這個也是半戲半演 因為自己要有發現 也真的蠻多人家裡都是這樣講的 就查了一下資料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 那會有這樣的說法 主要是來自於芥末它裡面有一個成分 你流青酸鹽 也是會導致它吃起來辣辣的那個成分 它加上去之後 確實可以有抑菌的效果 那就真的喔 異菌不代表殺菌好嗎 它只是抑制它變多而已 所以上面如果本來就有細菌 它還是會在上面 還是存在 它只是長比較慢而已 所以你還是會繞賽 應該繞的還是會繞 好喔 啊 芥末沒關係 那我們還有蘿蔔絲選手 對 還有我阿嬤這邊最敗 蘿蔔絲它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它確實也是有異菌功能的成分存在 但是也是沒辦法殺菌的各位 它都不是天下無敵的組合 所以最根本呢還是一樣就是要 食材本身就是要衛生安全的啊 不然你再怎麼樣去搭配食物啊 都還是會導致你有食汗問題喔 最後一個呢是 隔夜菜會致癌 謠言吧 非常有感 太誇張了啊 我們家長輩很喜歡吃隔夜菜 因為捨不得食物被浪費 冰澤啊 又不是說補食後放在那邊放一整天 對不對 冰在冰箱裡啊 那隔夜菜呢其實還有特別會強調的就是 夜菜類 會有這個問題 主要是來自於這些夜菜類啊 因為他們可能施肥做法的關係 會導致它的植物裡面含有就是比較多的 硝酸眼淚 硝酸眼淚嘛 它這樣子經過高溫啊 或是一些酸性的環境 加熱之後嘛 它久滯的話呢 它的眼淚啊 會變多 慢慢累積起來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吃下肚 剛好有遇到含有氨的食物 例如像是什麼羊肉多嘛 或是一些蛋白質類的比較豐富的 它就很容易會結合成 剛剛我提到的 雅硝氨這種有毒的物質 就會變成是一個 致癌的東西存在 所以吃隔夜菜怎麼會有致癌 你吃隔夜菜怎麼會有致癌 對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都一樣 都是長期累積會導致的 一直吃隔夜菜就是… 奇怪 那我覺得如果是營養的角度來講 還有更大的問題是 那種反覆加熱或是放太久的時候 它的營養確實是會流失的 或是變質的 會影響到營養吸收的效果啦 一部營養 又有可能會有 致癌物質 所以建議大家隔夜菜還是盡量不要吃啊 那我覺得最好啊 就當餐四個小時內啊 趕快把食物吃完 也比較不會有什麼還要的加熱啊 宵夜不要煮太多 當餐吃完的量就好了 對 吃隔夜菜的風險 比吃養樂多更加高 終於有一個是真的了 太貼近生活的感覺有點精神 對… 有些謠言它不是沒有道理的 好的 那我們八大謠言啊 目前都已經一一跟大家解析完畢了 整體來說最明確的應該就是 隔夜菜吧 隔夜菜我自然是真的 我覺得好驚人喔 對啊 還是有可能 而且它也會營養到營養價值 就不建議常吃啊 我覺得有一些 比如說像是豆漿跟蛋嘛 然後香腸跟油麵多 螃蟹跟柿子 它就是講得比較誇張 對 但是其實邏輯上有點通順 就是你這樣吃好像真的會有不好的效果 對… 像我們螃蟹這個就是腸胃不好 比較敏感然後就可能會拉肚子 對… 就是還是有它的道理在 但它其實是不會一定發生 比如說像那個只要煮熟就可以了 然後那個要超級超級大量才可以 不需要覺得恐慌 但是可以多注意一點 基本上食物就是多元攝影 不要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 大部分通常都沒事 大家不要太過緊張 好的 那以上就今天跟大家分享幾個 網路上的飲食謠言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意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